马凯尔妈现身送江之母女都想死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各位大哥大姐 对不起 马凯尔日前拖着厉害母亲为日记有人有记龙辉 最欧继承车司机事件 致歉被全民公干不笑 马妈今天特地煮江汤未落连日 守在他们家楼下的媒体 那这个马凯尔她现在是从头 她在家里从头 她在闭门思过 其实老实讲 我如果再逼她的话 应该她会就是会去死 就是这样子吧 其实我也想去死 只是我不能死我死了她怎么办 妈妈犯累求外界放女儿一条生路 但自己健康状况却 对不起 痛 有点痛 妈妈2008年暴离患大肠癌 虽然一度传出好转 去年9月癌细胞却扩散到肺部 变成肺癌四期 这次经过这个事情 病情我们影响到 病情应该我不能倒 老实讲是我不能倒 我一倒我看她也就一起倒 妈妈姿态放得低 但一听到这个人反应很大 那你会有支持她跟那个友记交往吗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会要她跟她交往啊 因为他们平常有人在旅馆过夜 那个不是啦 她就是喝醉就是那天罢 友记这位朋友 她在日本是真的有背景是不是 没有没有 她没有其实是没有的 没有背景 对对对 她是一个 好像我们主张的一个 变个店长还是什么东西而已 这起事件不止马妈被拖下水 连马帮的丁小琴也被扫到 她昨天下午在网上po文回击网友 看不起街道杀人 又懂你这对话 告诉我我也是中国人 哎就是这句我也是中国人 在BBS上掀起排山倒海怒骂声 苹果今天下午两点半直击 丁小琴回到大直住处 哎 看起来心情应该不受影响 她经营家们动作快 上网手脚也很快 一个半小时后 她又在微博连三po 稍晚她停下了脚步受访 三个问题好不好 三个问题就是 你跟Skido是Makeo那个介绍了 其实不是 是胖 Makeo的姐姐 是胖姐是不是 对 你认识友记吗 不认识 不认识 对因为我跟他们很少再出来了 以后会缺Makeo戒酒了吧 一定要 骞哥 你怎么会抓进来啊 除了丁小琴被围剿 鸭子老板吴宗献也被骂翻了 跟他们又无关 嗯 那周围旁边 当时应该也都有一些人嘛 那这个没有犯什么大的 大的问题啊 他们也不是 做些犯客 就是这番护航说 惹来一声星 就连曾被传汗嘛 Kio是死对头的安心雅 今天为珠宝品牌站台也被问了 如果很多希望她 她也有权 你自己会不会希望她 先稍微 有珠宿休息一阵 这我不知道耶 苹果游乐新闻 此时乎深深有声报导